英國的巨石鎮 已經經過了這麼多個世紀了 現在有辦法解謎嗎 因為現在到了21世紀 科技這麼的發達 但是呢 沒有辦法解謎 不過有一個人 他卻找到了一個千年的暗號 這個人是誰呢 居然是個圓丁耶 是 立剛 我們每年喔 這個英國這個巨石鎮 大概都有超過100萬人去觀光 所以它是英國 非常一個重要的遺產 然後呢 科學家也在這邊 用盡了各種辦法 包括透地雷達 包括3D雷射 然後各種方式 想要去找出這個巨石鎮的秘密 可是呢 一直研究以來 進展都蠻緩慢 因為好像沒有辦法發現什麼東西 可是最近發現一個新的 驚人的發現 嗯 什麼發現 我跟你講 這個發現居然是 不是這些科學家發現 科學家也有高科技 現在一定會用這些科學儀器去探測 再來講 就炒出來了 他們花了這麼多時間 經歷用上高科技 應該是他們馬上會發現 對呀 你想想看現在的雷達 現在掃描技術 現在的探測技術 這麼的陷阱 不好意思 發現人 結果是個圓丁 嗯 怎麼可能會是圓丁 我跟你講就是這位道爾先生 這個道爾先生他是幹什麼呢 道爾 圓丁不就只是在那邊 整理花園的嗎 是 因為 他怎麼會找到東西呢 我剛剛不是說嗎 每年都有100萬人以上 會來參觀這個地方 那下看有多少的眼鏡 有200萬的眼鏡在看耶 所以呢他就 每天英國政府就委派他在幹什麼 在那邊 因為你這些草地要維持 要讓草生長漂亮一點 好讓人家來觀光 所以他每天就負責灑水灌溉 然後保持這個草地的 打掃環境清潔 然後結果呢 今年剛好特別的熱 熱的要命 然後他 你知道他的水管長度又不夠 你知道 因為他要從 你看這個附近沒有水嘛 所以他要拉很長的水管過來飲水 結果呢 就因為太乾旱 他水管長度又不夠 結果莫名其妙讓他發現一個新的秘密 發現了什麼 水管長度不夠跟發現秘密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有些地方灌溉不到 但你灌溉不到之後 那些土地是不是變乾燥 是 乾燥之後那個 你慢慢慢慢那個草 因為它乾燥長不出來 那個形狀就出現了 一個潛藏的秘密構造就出現了 你意思說沒有那些草的覆蓋 在地上就出現了一個秘密了 你剛剛你看 本來這個巨石鎮長這個樣子 那科學家一直不太理解就是說 你看它這邊看起來很圓對不對 對 但它中間又缺了很多塊 是 那科學家就在想說 這個到底是本來就是要做成一個正圓形呢 還是說它在這邊有開口的地方還是怎麼樣 故意漏了這些缺口 到底是如何 科學家一直沒有辦法去證明 這東西到底是真是假 可是你看 這次就因為它灑水灑不到 你看這邊乾燥出來看到沒有 整個你看它是一個對稱喔 雙方是對稱的 它其實是個正圓喔 所以你的意思說 這裡也有一堆石頭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本來是個正圓形的 對 本來再來講 這邊也應該要有這個巨石的 可是這些巨石現在不知道 然後你看這邊還有兩個圓圈喔 你有沒有注意 乾掉以後 你看這邊有一些痕跡出現了 有沒有注意到 在這裡都有一些小的痕跡出現在這個地方了 這表示以前應該是有巨石在這個地方的 所以就是這個土地上面 本來是有巨石壓在這個地區的 立剛你要知道 這個秘密有多重要你知道 怎麼說呢 它有一個很大的意義 第一個 你要知道巨石這樣 根據目前科學家估計 它至少是西元前3100年前做的 可能還會更早 所以是5100年前的時候 5100年前你看它做這麼平整喔 它能夠去測量出一個正圓出來喔 其實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對不對 不就是個圓形啊 欸不對喔 圓形有這麼好做嗎 五千年前耶 五千年前耶 五千年前的 我們有辦法空中府看啊 是啊 你看這還是直升機空中府拍的 對 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都以為很簡單 你在那邊定一個中心點 你拿個繩子這樣走就是正圓嗎 是啊 其實不是喔 我跟你講 因為你繩子是有鬆緊度 你走走是會有偏差的喔 沒有那麼正喔 但是根據科學家的測量 其實這個 因為它以前就叫圓形實靈 所以它現在是完全是一個正圓形喔 這個就非常厲害 古人到底是用什麼方式去測量 目前我們不知道 再來立剛 我說真的 其實 你會不會覺得 所有的巨石文明 都有一個很奇怪的特徵 什麼特徵 很簡單啊 你看巨石 再來說 會用到石頭 應該是就當地有石頭來用 最方便啊對不對 應該是就地取材啊 可是所有的巨石文明 幾乎都不是就地取材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這些石頭都不是當地的石頭 是 你看 瑪雅人也是這樣子喔 然後埃及人也是這樣 埃及金字塔的石頭 也是從幾百公里外 用核運過來的喔 對耶 對啊 那你看 這個一樣啊 那英國的石頭呢 這個巨石鎮是在英格蘭 可是你知道它石頭從哪裡來 從哪裡來 它在威爾斯 幾百公里外的威爾斯運過來 可是在當年 又沒有卡車 又沒有吊車 是 我怎麼辦這些石頭呢 你要知道這些巨石 大得有六公尺高耶 那麼重 那麼大 那古人為什麼要自找麻煩 從幾百公里外 把這些石頭運過來呢 去建這個東西呢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 巨石文明裡頭 老是有讓人家不可理解的地方 但是最近又發現了一個新的東西 是什麼東西 我們就是用3D雷達 雷射的關係 我們去透視它 這個圖案 其實你現在用肉眼睛看不見 可是你現在用這個3D雷達 去照射它之後 雷射照射之後 你會發現 造的結果呢 它上面有很多斧頭的形狀 總共有71幅 就刻在這個巨石上面 原來你是說這個石頭裡面 居然還暗藏玄機 對 玄機就是在那些斧頭的形狀 居然在這石頭裡出現 我跟你講 第一個這個刻得非常精美喔 那以5100年前 你想想看 能夠刻這麼精美的圖案 這第一個古人的藝術程度 還有他們的繪畫程度 其實都高到一個驚人的地步 第二個呢 你要知道這個在以前 因為它現在是因為風化慢慢隱藏 現在看不見 可是如果是在一兩千年前 它還看得見的時候 你知道每年冬至的時候 陽光震懾它 你會馬上讓它整個好像浮現在石頭上面一樣 非常非常精美的一個圖案 也就是說這些壁畫是浮現出來的 而且要在陽光照射到一個角度的時候 才會出現的 才會完整的呈現 所以你想想看 古人第一個 他怎麼會計算這麼精準 而且太陽光的角度 他怎麼算這麼準 是 他怎麼算這麼準 第二個 他的製作技術是哪裡來的 他為什麼要做這麼複雜的東西 然後說在我們認為 你知道當初羅馬人 剛發現巨石症的時候 以為是當地 塞爾特爾人的都伊德教徒 在那邊埋葬他們墳墓用的 結果現在發覺根本不是 那這個巨石症 到底是誰做有這麼高的技巧 那為什麼後來又失傳呢 其實到現在這個考古學家 努力想要解答的謎題 可以做到嗎